马祖慈悲,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马祖网络大学堂 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命理的知识 今天顾问要分享姓名学 因为我们马祖信徒要懂一点武士 三一向命仆 懂一点这方面的知识 可以帮人家欺哉纳福 就有这个能力 有一位朋友来给顾问看姓名学 他69年讀的属于金猴子 属于庚生年金猴子 那因为他的姓氏有蛇行 猴子遇到蛇 那蛇咬一口就有毒 猴子排行九 那蛇排行六 还有这个X3叫行科 这先天容易有蛇毒 就容易得一些病 类似癌症、肿瘤、难住的病 那第二个字呢 四心旁 那蛇子呢 不吃肉 这个四心旁 是代表排骨肉 猴子又不吃肉 出肉呢 就不得死 而会病变 那第三个字呢 又很不稳定 所以第一个字呢 有蛇行 有毒 然后又不得死 出错了那个食物 猴子不出肉了 然后就第三个字 结果呢 又不稳定 猴精不稳定的一种像 所以顾问呢 建议他一定要改名字 不然容易得不住之病 那当生他就得了病了 就检查出来 就得到肿瘤 所以顾问就建议他改名字 所以今天顾问呢 要分享 这个食 出东西 吃 十二生肖里面呢 你出对了 还是出错了 出对了 你身体就会健康 你身体就会健康 就会长得很好看 身材什么都好 那做事业呢 就会很得意 因为有饭吃嘛 有东西吃 就会吃饱 就代表你得死 就会赚到钱 如果不得死 吃错了 就不舒服 叫不爽 不愉快 你就是事业呢 在财务上呢 就不容易得意 就不容易得意 感情不得死 叫你吃不到 你就是不舒服 不快乐 你吃到了 你就觉得很舒服 很愉快 所以叫得死 所以叫得死 不得死 所以我们要了解 十二生肖的喜性以后 就看看自己的名字 得不得死 所以食物呢 大概有 属于五穀 五穀类 像和平的和 这和就是五穀 稻米的米也是五穀 那菜啊 蔬菜的菜也是五穀 所以你的部首看起來 有那些五穀类的 高粱的梁啊 也是五穀 對不對 那属于五穀 還是草 你有草原 草的部首 是出草的動物 就叫草 那還有所謂肉類 肉類的旁邊有三個部首 一個是葉量的葉 那葉量的葉呢 它指的是葉兔 生肖是兔子 那葉指的是五花肉 我們叫它肉 肉字旁 肉字邊 叫五花肉 它四星盤呢 叫排骨肉 排骨 我最喜歡四星盤 叫排骨肉 還有呢 小心的心 那小心的心 那個心呢 就是瘦肉 就完全沒有脂肪的 這種瘦肉 那五花肉是有脂肪的 最起碼是排骨肉 就是肉類 大概三個部首 那我們了解了 五穀 草 然後那個所謂的肉類 我們大概 我們的文字當中 猜看起來就知道 你水哪一種食物 哪一種食物 當然我們還有水果 那個水果 那個水果 對不對 苦瓜 那個瓜 那類似猴子 就喜歡吃水果 對不對 類似我們一樣 一種食物 那我們來看看 你出對了 就叫得死 吃錯了就叫不得死 那健康來講 你出錯了 你就身體就會不健康 那我們的名字 第一個字 第二個字 第三個字 指的是我們的部位 第一個字是我們頭部 那活往到肚臼呢 是中間那個字 那肚臼以下呢 就是第三個字 這個部首 部位 我們可以看 那第一個呢 就是你的名 你的功名 那中間字呢 就是你的什麼 感情 你有沒有感情 那第三個字 你有沒有財庫 你有沒有事業 就名情財 那第一個字 長輩 你有沒有長輩幫忙 得死 你就是你吃你父母的 吃長輩長官的 對不對 那不得死就沒得吃了 那中間字呢 就是平輩 吃朋友的 那第三個字呢 就吃晚輩 吃人工的 人工 你有沒有得意的人工 你得死 你就是人工會賺錢給你花 我們大概類似 也就是部位 我們的健康部位 還有我們的長輩 平輩 晚輩 我們的名情財 那類我們知道了 那我們知道得死 也不得死 那第一個 老死 老死也喜歡出五股 所以吃五股 就很高興 老死也喜歡出大米 很得意 你就得死了 你第三個字有米 那你又死老死了 你就是很得意 有得吃 對不對 那第一個字有米 老死也有得吃 中間是 吃感情了 對不對 吃 愛物能力的 平背的 感情的 那你 中間的地方 就是會很健康 大致上 是這樣的 老死喜歡吃五股 老死吃肉嗎 老死沒有五股可以吃 他勉強吃肉 可是會有一點不爽 老死死於雜死 可是肉對他 他不是很喜歡 不是很喜歡 可是老死喜歡愛量的愛 那愛量是晚上 老死是晚上出醒的動物 出醒都很自由 喜歡這個愛 那麼愛又只兔子 又被搶歐 又被搶歐 所以愛量的愛 就是晚上可以遊走 可是你還是搶歐 還是出五股肉 有點不爽 有點不爽 所以不是說絕對怎麼樣 牛呢 牛當然不是肉死 他只要吃肉他會病變 他真的很不舒服 很不爽 不愉快 不得死 牛喜歡吃五股就很得意 叫得死 羊跟牛是一樣的 所以羊吃到五股很高興 吃到肉就是不爽 而且會病變 可是羊特別是個葉 是葉有兔子的味道 他覺得還有三合 三合 可是還是不愉快 所以你在感情就是不舒服 你不是很得死 可是你會有一個漂亮的太太 兔子是可可愛的 你怕太太瘦瘦小小的 你會有 根本要去想像 所以有時候是蠻複雜的 有時候是很簡單 牛羊我就講完了 那老虎喜歡出肉 老虎出肉就很得意 可是老虎出肉 那老虎出肉 就是所謂的排骨肉 吃了以後呢 要吐一點給別人 就是要不吃 你自己有得吃 得死 吃完就要把肉 那個骨頭吐出來 留一點給那個小動物吃 那吃五股就是不健康 你沒有力氣 沒有力氣 你看到哪個部位 就如何去解釋 兔子喜歡吃草 跟牛跟羊都喜歡吃草 當然是得食啊 五股啊 草啊 都很喜歡 都很喜歡 牛羊也是喜歡吃草 對不對 那吃肉他就不舒服 可是兔子一都會越亮 就是自己越吐 就自己會 有伴 會相伴 相伴 可是 肉 吃起來 又是不太舒服 你是有伴啊 可是不是很舒服 那對於四心旁啊 那心啊 那個受肉就很討厭 對 你出了 身體會變變 如果再加上第一次 第一個次 有危險 有夭折 那如果要再出了 就會變變 身體當然就不健康了 會長得很奇怪 那第三個次 陽邊呢 你的皮膚就很不好 第三個次的陽邊 屬皮膚 就很不好 看健康哪個部首 怎麼代表什麼意義 那龍呢 不出草 龍入草原就是尾七 也不出草 不得死 龍不出五谷 不得死 龍不出五谷 龍喜歡這個夜量的夜 這個肉呢 可這時候還主要夜量 龍是出太陽跟夜量的 追逐這個太陽追逐那個夜量的 所以龍喜歡夜量 所以龍喜歡夜量 可是他不喜歡四星旁 也不喜歡心 他喜歡這個夜量 有夜量的話 就是這條龍要有使命感 你是追逐這個夜量的 陰陽 陽是太陽 太陰是夜量 所以你是有所以做的 因為龍是不出五谷 草也不出肉 可是喜歡那個夜量的夜 那龍又出什麼 龍喜歡出水之火 那一般的東西 環境的東西 他是不喜歡吃的 那蛇呢 蛇讓他出肉 蛇讓他出肉 肉死的 吃到四星旁 那蛇有骨頭要吐出來的 有時候會卡字 他有得吃 可是卡卡的 卡卡的 要很小心慢慢吞 吞了以後 慢慢消耗還要吐出來 蛇出五谷 這代表不健康 不得死 很不爽 沒得吃 所以你賺錢就沒得賺 感情就沒有 吃了就不吃虎 就不會很強壯 不會健康 那馬呢 馬出草吃五谷 當然得意了 可是馬就有機會出米 米雖然是五谷 可是馬不出米 不出米 很討厭這個米 他絕對不出 討厭米 好像他可以吃 可是他就沒得吃 就沒得吃 那出肉 馬出肉就病變 絕對不可以 不可以出肉的 好 再來楊呢 顧您講過了 我們就不講了 那吃猴子呢 猴子不出五谷 出了五谷就搗蛋 他把那個大米搗蛋 都全部搗蛋 所以五谷 他一到五谷就是搗蛋 那吃到肉呢 他就病變 他完全不出肉了 他就吃到病變 那這 猴子吃什麼 吃水果 你只要吃水果了 蘋果啦 蘋果啦 蘋果 他會很高興 有水果的果 那加上呢 有那個瓜 他都很喜歡 香蕉那個椒 他都很喜歡 出幾個水果都很棒 起名字都有幾個水果的 死活者都好高興 得死 現在五谷 炒肉他都不吃 肉也不吃 都會病變 都會病變 吃肉一定病變 雞呢 雞出五谷 是因為死完村民 所以極化的雞呢 在草原中他可以蜜食 他不出草 可是他草原中的雞 可以到處去蜜食 去找東西吃 那雞外雞有蛇 蛇跟他吃三頭 那喜歡那個米 雞外那個米 雞出米好高興 出麥也很高興 麥就是五谷 那出肉呢 不行 雞不出肉了 一定會病變 身體不健康 財富不如意 感情沒有 而且這個越量越 變蝦子 晚上的雞眼是蝦 眼睛就蝦了 兔子 那野量子兔子 那基督不同容 就很糟糕 所以七到野量的夜 就很糟糕 趕快改名字 比較好 那國呢 國一出肉 像姑娘 姑娘 蘇聖台的聖有一個野量的夜 那野是五花肉 所以有貴人很多 太太啊 女孩子都很好 貴人都很好 內涵都很好 那因為這個地方 第二次的因本主內涵 主女人 主貴人 女子跟那個貴人 都很得意 國一遇到夜量 晚上的國要看更 要幫大家顧家 做很盡責任 國一遇到心肉 非常高興 因為心是心動的心 它有火的味道 有馬的味道 那果更喜歡馬 果跟馬是三合 都喜歡吃那個碩肉 果一到排骨肉都非常好 你的名字 三種肉都有 你食果了 哇你太愉快了 三種肉都吃得太愉快了 都愉快了 因為吃排骨肉慢慢啃 好高興快樂不得了 所以果就喜歡 有三種肉可以吃 那豬呢 豬很特別 豬豬雜屎 五骨吃得很高興 五骨就很得意 出骨 出麥啊 對不對 在草原中它可以蜜食啊 蜜蜜 吃肉 因為它雜死嘛 可是吃肉 自己吃自己 只不覺得怪怪了嗎 自己吃五花肉吃自己 可是A 又是兔子可以三合 所以A 那麼A 豬蜜蜜蜜還可以用 可是有點不爽 可是它可以三合 只要你瘦瘦小小的 像兔子 可可愛 就三合 蘇心盤就不好 瘦肉 就不喜歡 就不喜歡 除了都沒有無骨可以吃的 肚子餓 啃一下 不快樂 不快樂 那排骨肉更糟糕啊 自己出自己 對不對 很難啃 只要沒東西吃 就勉強在那邊吃 所以這種感覺 那種像 自己去意會 所以得死不得死 今天顧問做一個分享 所以如果你身體不舒服 一看自己 原來我是有肉之鞭 可是我的生肖是不出肉的 難怪我身體一直覺得不舒服 那你改個名字 再去經你的健康 比較有成效一點 尤其第一個是性 如果你有得死 你這個吃到祖先的祖德 那你就很好 如果你別得吃 下面兩個字又吃錯了 不得死 那真的 難怪你一生沒有財 三輩子沒有留下福報 這輩子努力又沒有 又得不到 努力結果都沒有 就不得死 難怪你沒錢 不得意 得死就是你可以吃到的很舒服 在物質上面你就會很豐盛 又很得意 不得死就是不豐盛 不愉快 自己一定要小心 今天關於實性 實方面 跟做一個分享 留意自己的名字 加自己的身下 當然 我們要找內行的人來評斷 因為我們還加上天干五行 好像是有五行 像是火 心臟為火 所以是馬 是火 那到底你是怎麼樣的一隻狗 金木雪和毒 你的五行是什麼 還要搭配 更精準 可以大概我今天分享的 你也可以判斷 你也可以判斷 用地支生效 來判斷 也可以判斷 得死不得死 得意不得意 健康不健康 有財 沒有財 今天顧問就分享到這裡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媽子慈悲 謝謝大家